亚洲最大的食品展 东京国际食品展正式登场了 而本届的东京国际食品展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为了持续协助业者拓展日本市场 花莲县府主动协助花莲农民团体 以及业者参展 从3月8号到3月11号期间 以实体标准摊位方式 参加在日本东京牧章国际展览馆 举办的食品展 打开花莲农特产品的知名度 花莲县政府协助县内农民团体 及业者参加3月8号至11号 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东京国际食品展 带着花莲当地的农产加工品 并且打开花莲农特产品的知名度 花莲县政府都一直持续 希望能够帮我们的农友 找到一个外销的销售通路 或是国内的销售通路 那日本的东京食品展 他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能人员的进出不是那么方便 但还是有照常举办 那我们也是有透过外贸协会的协助 像去年我们参加的时候 是由外贸协会的人 帮我们在那边找住点的人员进行解说 那今年的话 我们是有特别请我们观光处 他一个留职提心在那边留学的同仁 在那边帮我们当一个住展的人员 他透过他了解花莲 了解花莲县政府的运作 来帮我们跟日本的通物商 来做花莲农产品的介绍跟推销 其实在台湾像是对外展售的部分 都是由外贸协会在负责一些国际的展览会场 那通常会是由国 买家有兴趣的话会透过外贸协会帮忙收集资讯 然后再跟我们的农友进行一个线上的洽谈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我们农友可以接到更多的订单 花莲县政府表示 花莲各式农特产品品质优良 扬名海外 今年来花莲积极推动农特产品加工 花莲农产品加工品 受到市场的青睐 在花莲县辅导协助之下 参加本次的食品展 期盼共创日本商机 打响花莲优质农产品的品牌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